记者蔡宗县屏东报道,屏东县恒春镇下午出现一名怪异男子,到各民宿内大声询问柜台叫小姐,遭店家拒绝后,竟还骚扰民宿内女服务生,要对方帮她手银,吓得业者暴怒感人报警。 警方拒报后,担心男子骚扰其他民宿女性,正掌握车牌全力查期受害民宿业者表示,这名怪男戴眼镜,住身蓝色上衣,驾驶白色福特车子,进入民宿时先问有无控房,接住竟开口要求叫小姐,她强调正当经营,没有这类服务,对方竟直接问民宿内工作的女性可否帮她手银, 还强调她很急,行径相当务心,令民民宿业者则提到,这名男子眼神及动作都相当诡异,她虽要控房仍立即回决定房的要求,希望提醒恒春,肯定民宿业者注意,避免让女性单独站柜台,以免发生危险。 恒春警方接获民众报案后,已经掌握着名怪异男子的车牌,全力追欺男子杭宗,呼吁民宿业者发现此人杭宗尽快通报警方,并提醒身旁女性注意,避免与对方发生冲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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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